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屆世界杯卡塔比 就迎來兩位中國貴賓 他們就是大熊貓四海和京京 不過就算你身處在卡塔爾 要見他們一面都不是那麼容易 首先你就要下載一個專用的應用程式買票 現場是買不到票的 然後就要坐40分鐘車去探望他們 由於卡塔爾熊貓館遠離首都多哈的範圍 無論地鐵和巴士都去不到 所以往返都只有叫車一個選擇 沿途經過一片沙漠之後 就會到達目的地 不要看它周圍這麼荒蕪 這裡絕對是熊貓的頂級豪宅 由於熊貓是獨居動物 所以場館都分開兩邊 四海和京京各自都有私人花園和泳池 地方就夠大了 他們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而每邊都有三層的觀景台 讓遊客可以多角度地和他們拍照互動 你看看小朋友看到直接想穿過玻璃 你就知道兩隻熊貓有多受歡迎 他很餓 他很餓 你認識的嗎 他有一些中文名字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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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的 為什麼肝達不有寶寶 這就是他寶寶 那就是他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 而管理這座熊貓館的館長 原來是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她的名叫高詠詩詩 大家好 我是高詠詩詩 我是卡塔爾熊貓館的館長 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之前在香港海洋公園 都有召見過熊貓大概八至十年 這個館和海洋公園有一個共同的 不一樣的就是大家都在室內 沒有戶外牆 因為卡塔爾園都很熱 夏天可以去到50度 而熊貓就不可以太熱 他們最熱我想去到25度左右 這是大家相同的地方 只是在室內 是靠冷氣去控制這裡的溫度 但是這裡的場館真的大很多 動物活動的空間也大很多 清潔去找他們的分辨時間又很長 因為地方大很多 四海今年三歲 京京四歲 京京是紅星 她的性格就是很喜歡吃 她只是吃和睡 比較冷一點 四海比較活潑 她也很有興趣 她很喜歡去探索 她們兩個來到之後 她們都非常健康 吃得好 睡得好 餓得好 因為我們的竹子 都是由英國四川那邊 允運過來 變成都是他們的四川口味 所以很快就習慣了 將來主要是在中國那邊運過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疫情 有時候運輸或者飛機都會禁止 所以我們都有回收計 我們在歐洲那邊都有購買一些竹子 都是一個回收 幾位 每天晚上都沒有 家庭 只要很快 喝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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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好